三年女讀者,大家好,我是米哈 在這段時間,大家應該都長時間留在家裏 或者很多個人的時間 我猜這段時間給予我們其中一個反思的機會 就是我們怎樣去用我們的時間 怎樣去跟自己對話 在我這段時間的經驗告訴我 讀書從來都是令我最容易跟自己聊天 最容易去問自己問題的時間 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去讀書 去看多些書 看你喜歡看的書,可以看我的書 我在一年出了一本新書 《讓希望催促自己講路》 這本書裡面是說99個我讀過的文學故事 在這些故事裡面,我問的問題是 究竟我們讀書是為了甚麼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將在書本上讀到的東西 變成裡面指導我們生活的一種方法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,如果你沒有時間去看99本著作 可能這本書是其中一個你去入門 去嘗試接觸這些作品的一個方法 希望在這段時間正在努力準備考試的朋友 可以繼續加油 在生活裡面遇到很多問題的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找到你們去得力的方法 我們一起努力 各自自己的崗位努力